靠爆款提高成功率的核心的原因呢 我想引出一个概念叫云生需求 就是大家可以通过爆款的表象 要看到它真正的内核 真正的内核是云生需求 所以这个是我最想表达的一句话 你需要模仿的是云生需求 不是模仿云串者 而且模仿的背后是人性 也就是人真正的云生需求 这个是很核心的一个点 为什么模仿爆款的成功率会非常高 会比较高应该是会比较高 这个也是说我为什么能够帮助大家 去提升打造爆款的成功率 就是建议大家去模仿 大家能够去模仿的话 已经提升了这个成功率了 那为什么说模仿能够提升成功率呢 很多坑别人已经踩过了 这个是所有心智比较正常的社会成立人 应该都知道的一个蚕食 但是蚕食的背后它真正的力量 真正的力量 真正的原因 包括说踩过坑 它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原因 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其实知道人不多 正是因为知道人不多 所以靠模仿真正成功的 也就是少部分人 靠爆款提高成功率的核心的原因呢 我想引出一个概念叫云生需求 就是大家可以通过爆款的表象 要看到它真正的内核 真正的内核是云生需求 那这里呢我想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呢是红包 那自打我们懂事以来呢 其实每到春节我们都会做什么 就是收发红包 对吧 红包呢就是一个云生需求 收发红包是云生需求 也是一个蚕食嘛 我们认为是蚕食 对吧 生活蚕食 那正是因为它是个蚕食 所以它影响力非常大 所以在13年的时候 微信做了一个微信红包 但是做微信红包的时候呢 还只是他们的产品经理 觉得好玩 去做一个自己玩一玩 结果呢报了 但是呢它再去做这个玩 红包这个过程当中呢 它把发红包这个事情的 模仿已经模仿到极致了 因为红包四十番番的 它的整个UI也四十番番的 对吧 各种的一些比较相关的一些 春节的一些元素 也把它设计进去了 所以你看 微信红包它其实模仿的对象呢 就是我们春节 在收发红包这个云生的需求 这个是微信红包模仿的对象 到这里呢 大家就应该就能够理解 我说的云生需求了 就有些云生需求呢 就是它是产品底下的一个真正的需求 产品底下真正的需求 比方说我们说小米的时候 它的云生需求 应该就极致的性价比 对吧 性价比的这种需求 是云生 天生就有的 包括像做地图 地图 地图的云生需求是什么 如果说我说的比较浅一点 就是大家囤 囤干货的需求 这一直都是有的 对吧 就云生需求 到这里呢 大家就能够明白 我们靠模仿去做爆款 为什么成功率更高 不是因为对方踩了坑 然后我知道这个坑不要踩 其实很多人是不知道 对方到底踩了什么坑的 因为对方不会告诉你 这压根就不存在说 你不知道这个踩坑怎么去做 真正的原因在于说 因为对方去做这个事情 因为他证明了 有这个需求 而且这个需求呢 是群体性需求 不是局部的需求 是群体性的需求 你去模仿它 因为你能够更大的概率 去踩到这个需求 因为你只有踩到这个需求 你大概率就能成功了 所以大家再去做模仿 去参考一些爆款的时候 一定要去思考它 真正touch到的 用户的需求是什么 这个才是真正核心 能够帮助你去超越 它的一个核心的点 所以用模仿 是可以尽可能 大概率地去踩中 人性的云生需求 然后我们再去模仿的时候呢 其实真正要去模仿的是 人性的云生需求 人原本就有的需求 这个是我们在模仿的时候 最最重要的一个模仿 的一个关键的要素 就这个要素对了 接下来的一些 运营层面的一些技巧 它才有可能 真正发挥真正的效果 所以这个是我最想表达的一句话 你需要模仿的是云生需求 不是模仿云串者 而且模仿的背后是人性 也就是人真正的云生需求 这个是很核心的一个点 在这边的地方 你替代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